你见过头断了 照样能长出来的动物吗 你以为不死之身真的不存在吗 你知道吗 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 有这样一类动物 它们的身体或者器官 在受到损伤或者残缺时 可以借助自身特殊的细胞组织 进行重建 这类的重建 并不是指普通的伤口愈合 而是重新长出新的肢体或者器官 有些甚至是头部断掉 仍可以长出新的头颅 最强悍的一个 即便是身体被剁碎 照样可以恢复成最初的形态 其中有一些 可能真正做到了不老不死 不生不灭的状态 今天这期视频 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 世界上再生能力超强的九种动物 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 这些神奇的物种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想点赞三秒 给黑土个霸气鼓励 谢谢 好 位列第九位的 就是非洲刺毛鼠 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和亚洲西南部 岩石和沙治地区的一种刺鼠 刺鼠的种类多达十几种 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上都长有 类似于刺猬一样的尖刺 除了皮毛上的尖刺 其外观与大多数的鼠类相似 这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 在业外主要以一些穀物和植物为食 这种刺鼠每当遇到天敌 或者其他捕食者的时候 一旦被天敌咬住 它们就可以像壁虎那样 直接断掉自己的一块身体部位 以此换取自身的安全 我们都知道 壁虎通常都是通过断掉自己的尾巴 来换取逃脱时间 而这种刺鼠 则会直接将自己被咬住的一大块皮肤扯掉 以此来保全性命 而且这个家伙即便有大片的皮肤组织被扯下 过一段时间后 它仍可以重新长出完整的新皮肤 包括毛囊 汗腺 以及毛发和一些软骨组织 更强悍的是 这家伙的伤口恢复后 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疤痕 恢复的会非常完美 并且这个家伙是迄今为止 人类已知的唯一种 拥有这种能力的哺乳动物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 都不具备这种能力 也正是因此 非洲次数对于医学研究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许有一天 人类也可能实现肢体断掉后 重新长出的梦想 第八个 螃蟹 螃蟹自断手臂的视频 相信很多领导都看过 它的这种行为 主要就是出于保命 单看视频 相信很多人都会为螃蟹感到惋惜 毕竟断条胳膊 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 都是极其残忍的 但是请各位领导不要担心 你知道吗 螃蟹自断手臂之后 过一段时间 就会重新长出一个新的手臂 而且与之前的并没有什么差异 功能也非常齐全 不仅是前端的两个大钳子可以再生 即便是用来移动的腿 外加上前面的钳子都断掉 它们也可以实现再生 不过想要实现这种再生能力 前提是要拥有足够的能量 也就是食物 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 为螃蟹的体内提供足够的营养 那么它们也就无法再生 自己失去的身体部位 也就是说断掉四只的螃蟹 必须在合适的条件下 才可以实现肢体再生 如果它近身的水中缺氧 或者光线过多时 也会影响到螃蟹的再生能力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生活了一种食蟹 在当地 如果捕获整只食蟹 就是违法的 如果实在想吃 你可以将这种食蟹的爪子掰掉 然后将其身体放掉 紧吃掉它的大钳子 却是合法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 主要就是注意螃蟹的再生能力 因为不吃它的身体 日后它仍能长出新的大钳子 对了 再而就是这种螃蟹的肢体 只有在保证连接身体的关节处 完好无损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再生 如果关节处的薄膜受到损伤 不仅不能实现再生 而且它们的生存几率 也会大大降低 墨西哥盾口源 墨西哥盾口源也被称为六角恐龙 这是一种生活在墨西哥的两栖类动物 是当地特有的物种 它们的体型不大 体长也就在30厘米左右 这个家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就在于它们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之所以说极强 是因为这个家伙即便是不分大脑被截断 它仍能够在短时间内 长出新的大脑 再生能力相当强悍 当然它们的四肢 尾巴 眼睛 皮肤 包括肝脏器官 都可以实现再生 而且不留疤痕 不仅如此 科学家将其他的外来器官 移植到墨西哥盾口源的身上之后发现 它们不仅可以自己修复受损的肢体 而且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 接受其他外来一致器官 并且恢复这些外来器官的全部功能 包括眼睛和部分大脑 自我修复能力相当强悍 也正是因此墨西哥盾口源 吸引到了很多科学家对其进行研究 人们主要就是想研究它们极强的再生能力 希望日后实现人体再生 这是一种与海星很相似的鸡皮动物 它们与海星是近亲 这个家伙即便全身被剁碎 仅剩下一条腿 它仍能完好的活下去 它们的种类有很多 在全世界有多达2000多种 这个家伙的移动速度要比海星快得多 它们动作非常灵敏 由于移动起来 它们的手臂会像蛇一样蜿蜒前行 因此被称为海蛇尾 这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在全世界的海洋中均有分布 水深从几百米到6000多米的深海处 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 海蛇尾最特别的一处 就在于它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一分为二 锥肩盘和手臂丢失的部分 都会重新生长成一个新的个体 也就是说从它们身上掉下的一个触手 这个触手就会逐渐的生长成一个崭新的海蛇尾 当然它们也具备肢体阶段后重新再生的能力 只不过这个家伙是阶段的另一半肢体 会变成一个新的个体 然后自身也可以重新生长出新的手臂 听起来可能有点绕 其实简单点理解 海蛇尾的这种现象就是无性繁殖 不过它们是通过分裂形式 将自己一分为二 每一只海蛇尾在一年之内 就可以产生大约15个新个体 除此之外 这个家伙其实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 它们在距近约5亿多年前 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 比我们人类要早得多 好 第五个 斑马鱼 这种鱼看上去平平无奇 貌似就是一种普通的观赏鱼 但实际上 它是一种与人类基因非常接近的脊椎动物 您可能很难相信 这么一个小家伙 它的基因组中约有3万多个基因 数量与我们人类差不多 并且斑马鱼的许多基因 与我们人类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据于科学家研究发现 这个家伙在分子水平上 竟然有高达85%与人类相同 特别是它的心血管系统的早期发育现象 以及体内肿瘤的出现情况 都与人类极为相似 也正是因此使得斑马鱼 成为了人类研究疾病的最佳实验动物 这不研究不知道 一研究吓一跳 经过一期就发现 斑马鱼在幼体阶段 竟然有能力再生它们的心脏 它们的心脏在受损后 仅需约两个月的时间 就会完全再生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这一发现对于人类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要知道 斑马鱼与人类的相似之处有很多 它可以使心脏再生这一点 如果经过研究过后 一旦成功适用于人类 那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 将会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好 第四个 蜥蜴 蜥蜴类动物 可能是我们人类最多了解到的 断尾再生的动物了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壁虎 壁虎也属于蜥的一种 每当它们遇到危险时 它们就会将自己的尾巴断掉 断掉的尾巴会掉在地上 像活物一样扭动 以此去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 为自己换取逃生的时间 这种现象叫做自节 其实除了壁虎科动物 像一些蛇蜥科 蜥蜴科 以及食龙子科的蜥蜴 都具备断尾再生的能力 断掉尾巴的蜥蜴 虽然不会致命 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失去尾巴后 蜥蜴的奔跑速度和攀爬能力 以及平衡能力 都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不仅如此 在蜥蜴的尾巴中 会储存着很多脂肪 失去尾巴后 对于蜥蜴来说 也会失去自身的一些能量 因为有时候蜥蜴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 也会选择吃掉自己的尾巴 例如食龙子这种蜥蜴 有时候就会吃掉自己的尾巴 以获取其中储存的能量 更可怕的是 没了尾巴的雄性蜥蜴 在寻找配偶这件事情上 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因为在蜥蜴的世界里 没有尾巴 它的吸引力 与社会地位会大幅降低 所以说并不是蜥蜴喜欢断尾 毕竟不到万不得已 生死攸关的时候 谁会拿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开玩笑呢 你知道吗 熔岩其实有很多种 但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熔岩科动物 就有多达23种 在全世界范围内 共有多达77种不同种类的熔岩 其中绝大多数的熔岩都具备再生能力 它们也可以对自己的肢体 皮肤 器官以及大脑实现再生 而且是不留疤痕的再生 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在熔岩的体内 有一种被称之为巨式细胞的免疫细胞 这种细胞对熔岩的再生能力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这种巨式细胞被移除后 熔岩便会失去再生能力 反而会从之前的不留疤痕 形成了疤痕组织 如果可以将熔岩这种形成新组织的过程 反向攻击到人体中 对于人类来说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不老 不仅如此 要知道熔岩不仅能够再生肢体 它们还可以再生体内的器官 正是由于其初次的再生能力 使得熔岩这个物种 成为了人类研究逆向工程的主要目标之一 渴望之后能够将熔岩的这种极强的再生能力 应用于人类身上 第二个 水溪 这个家伙在一定意义上 它们可以生得上是永生的物种 水溪是一种微型的多细胞无脊椎动物 它们原产于温带和热带地区 生活在淡水中 通常在一些水沟中的水草或者枯叶上 就可以找到它们 这种生物的体型很小 它们的体长通常也就在几毫米 最长也就在三厘米左右 水溪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名字 被称为九头蛇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号 是因为水溪可以像西方神话里的九头蛇一样 它们的头部被切断了之后 可以实现再生 而且水溪被切断的每一半身体部位 都会重新实现再生 头可以伸出脚 脚也可以伸出头 如果从两头分别切开 中间的一部分将会同时伸出头和脚 再生能力极强 不仅如此 更强悍的是 这家伙几乎可以实现长生不老 1988年 科学家在对水溪长达四年的研究后发现 在这期间 水溪几乎不会老化 而且它们的死亡率极低 在一定意义上 它们似乎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 之所以说它长生不老 不仅是水溪的老化迹象不明显 主要就在其拥有能够不断分裂繁殖的干细胞 可以让自己无限地向外进行无性繁殖 好 第一个 蜗虫 我们都知道 记忆是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的 但是这项定论对蜗虫这种生物来说 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蜗虫这个物种 即便大脑被斩首 重新生长出来的新大脑 仍然会保留着以前的记忆 这就是蜗虫要比以上那些再生物种 更强悍的原因之一 蜗虫是一种三长木飞机生的扁虫 它们的体长从2毫米到10厘米不等 这个物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常见 它们通常都生活在一些 咸水和淡水池塘的河流中 也有一部分是陆生的 蜗虫是人类已知 世界上再生能力最强的物种之一 它们的身体即便是被切成碎块 每一个碎块都可以实现再生 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 据估计 一只蜗虫即便是被切成279块 它们仍可以在短短的几周内 这些碎块就可以再生成为完整的蜗虫 非常强悍 不仅如此 更强悍的是它们的记忆 据研究发现 蜗虫的记忆可能并没有全部储存在大脑里 很有可能就储存在它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中 1963年 一位科学家将一批训练过的蜗虫磨成小块 然后喂给其他没有经过训练的蜗虫 最终发现 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蜗虫 在吃掉训练过的蜗虫身体后 竟然在一定程度上 继承了它们的记忆 这表明 蜗虫的记忆似乎真的可以通过化学的方式 进行转移 至于蜗虫是怎么做到的 人类还尚不清楚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